波音737 MAX出包事故一件又一件 今年1月737 MAX 9的科技舱门脱落事件更是却上加霜 光是今年以来波音股价就打跌了三成 波音除了三月份高层大换鞋跟准备从供应链着手 正在掐谈收购前子公司士碧瑞航空系统公司 如果顺利完成 这将是波音1997年 与麦克唐纳到格拉斯合并以来最大比的交易 当年麦到高层陆续进驻 也让百年老店波音改变了以往工程研发优先的企业文化 财务利润至上大量采用外包的方式 也导致波音在2005年 把当时在堪萨斯州威奇托的制造部门 以1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 成立了士碧瑞航空系统公司 波音声称 目前可以在9天之内建造一架737 但大部分的组件像是机身是早已预先置好 这些机身从堪萨斯运送过来 波音只是进行快速的组装 而不是从头到尾在一个地方打造一架飞机 这样的做法可以压低供应商的价格减少 制造投入的成本 因为成本考量 牺牲了飞机的质量 很可能就是造成一系列安全问题的原因之一 士碧瑞航空系统也展开大整顿 去年秋天找来参与波音777计划的夏农 担任新任的执行长 可以与波音展开更好的沟通 今年第一季的财报当中也表示 在实施新检查协议之后 机舱制造质量就改善了15% 分析师也认为 波音收购势必瑞是正确的做法 不但能控制飞机的质量 预计产量也能有所提升 但由于士碧瑞也协助波音的竞争对手空中巴士 制造包括机翼在内部分重要零件 收购之后相关业务的切分将是一大难题 而且未来就算士碧瑞再度回归波音 要达到航空业者所期待的产量 仍需要一段时间 波音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 才有望提高生产率 并且恢复盈利 TVB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